贵州有一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格图河 那里你可以遇到身怀绝技的蜘蛛人 他们能在高达百米的悬崖峭壁上 不要任何保护,徒手攀爬 为了看到这神秘的蜘蛛人 我来到了格图河 这里山清水秀,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宛如世外桃源 去看蜘蛛人,要在格图河上划一段小船 前面到了大川洞 山体中一个巨大的岩洞 里面还有一个望天洞,透出神秘的光线 峭壁上有一个悬空栈道 从这里进入洞中 这个洞高达一百多米 我要在这里等待蜘蛛人的到来 远处一条小船划了过来 这个人就是蜘蛛人 他们世代相传了一个绝技 就是掌握了在悬崖上安置玄关 或者掏取燕窝的特殊技能 他们在悬崖峭壁上攀爬 不要任何保护措施 轻松行走于高山 绝壁和岩洞之间 也成为了世界唯一的 中国独有的绝壁舞者 蜘蛛人 但这个技能实在是太难了 目前流传下来掌握这个技能的 仅有六个人 让我们屏住呼吸 看一看这蜘蛛人的表演 这个洞中近乎垂直的峭壁 高达一百多米 蜘蛛人不用任何的保护措施 这个人看上去已经有四五十岁了 真的为他捏把汗 简直就像隐身在峭壁中的蜘蛛侠 拉近看一看 还要再拉近 感谢观看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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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英雄蜘蛛人拿到了红旗 这个高度距离水面108米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何况这个悬崖峭壁下来实在是太难了 这个悬崖蜘蛛人比雪山飞狐不差吧 这个悬崖蜘蛛人比雪山飞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吓得下到了峭壁之下 而格托河这个世外桃源不仅仅只有蜘蛛人 还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 三阳开探